今天一早来了一堆人找大夫 培根博士急通通的过来 想要尽快炸开洞穴 探索其中的秘密 白毛老哥忙着给大夫推销新开的小店 好家伙 就只做大夫一人的生意呗 羊毛都让他给薅秃了 眼镜小姐姐也来了 说了一下什么寿司店管理的软件 大夫的头差不多胖了一圈 培根博士还给了大夫一个水下相机 让他遇到有意义的东西可以拍照 行了 看出来了 这真的是觉得大夫在水下太悠闲了 这次很顺利 大夫直奔雷达指引的方向 在洞口装了炸弹 起爆成功 连旁边的鱼都很淡定 洞穴里冒出了微光 大夫还是有点慌的 鬼知道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神秘的洞穴竟然是娇人族的档案室 整个房间不大 似乎也没有太多东西 但是墙壁上的句话和一些文字 倒是可以调查一下 大夫溜达了一圈 按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 顺便还捡到一个奇怪的遗物 然后就准备撤退了 突然他听到一阵神秘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有什么人在低语 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 大夫肯定吓得不轻 反正这边也没啥事了 赶紧撤吧 刚刚回到水面 培根博士就来了 带走了大夫拿回来的遗物 博士刚走 突然就来了一群人 啊好吧 搞环保的 听到水下的爆炸声赶过来的 号称南海团 大夫嘛也不善言辞 一个看起来是领头人的纹身大汉 过来放下几句狠话 就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 大夫其实有点慌 不过白毛老哥倒是比较淡定 对他们也比较了解 一群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而已 晚上寿司店来了个大人物 一个号称美食家的家伙 还有电视台的人 好家伙 上来就是一通高傲的评价 然后还想挑战一下 黑哥也没惯着他 直接接下挑战 约好两天后再见 果然最后苦的还是大夫 要到水下一百米的地方去找水母去 没办法 大夫憨厚老是吗 寿司店生意今晚依然火爆 有了新店员的帮忙 大夫倒是清闲不少 专菜的事情大部分都交给店员了 他主要负责给客人倒茶 啊对 还去帮黑哥研磨了一些芥末 生意火爆 芥末都用完了 与此同时 就在大夫曾经去过的那个娇人族洞穴 两个娇人出现了 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 突然一个巨大的触手出现 抓走了女娇人 男娇人虽然吓个半死 但是还是追过去了 第二天 大夫正要潜水 培根博士又来了 告诉他关于娇人族的线索 听博士说 这个蓝洞应该是前不久突然出现的 说不定是通向娇人族那里的通道 为了去深海 大夫还给达夫打了个电话 看能不能让他给做一个灯 巧了 达夫需要大夫帮忙去海里 找一下他的手办快递 这俩马上就一拍即合 嗯 宅男有的时候就非常好拿捏就是 大夫先去水下90多米的地方 抓点水母 倒挺简单的 主要水母速度慢 用枪随便就收拾了 结果到了前海 又遇到的两海豚了 这次是被海盗给围住了 好家伙 这两海豚能在这片海活下去 还真就挺不容易的 好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番缠斗 大夫打跑了海盗 海豚又给送东西了 这次是装备 估计也是个大宝贝 来到一百多米的海底 大夫找到了一艘沉没的船 这不就是那个送快递的吗 达夫的手办就在船旁边 哎哎哎 此刻两个夫都有点懵 这什么鬼东西啊 达夫让大夫先回船上拿工具去 可惜大夫后面还有一个默默等待的鲨鱼 好了 这次只能叫救援了